你来了 我来庆祝南小新 正式成为全职作者 我不是跟你说 我今天要跟叶总一起吃饭 让你别过来找我了吗 我知道 所以我是来截胡的 我要当跟你分享喜悦的第一个人 我还以为你知道以后 会觉得我太冲动了呢 怎么可能 你有天赋 当然要好好运用啊 而且现在我一想到 你不用再给那个路子晨当助理了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啊 可是这样一来 我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 好多工作我都没有交接 不能陪你了 这有什么呢 我可以见风插针地陪你啊 你要去跟叶总吃饭 那我就送你过去 你吃完饭了 我再去接你 你怎么这么好啊 那当然了 第一天知道 走吧 今天不能陪你一起吃饭 那明天我请你吃大餐好不好 好啊 我想想我们萧无敌爱吃什么 他可说过早餐少于十道菜 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那我们就去喝早茶好了 喝早茶可以点蛋挞 我能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 萧脚 干炒牛盒 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 垂直 哦 不要 准备 请不吝点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